《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作者 陳破空 歷史篇 毛澤東時代 一個被逼下跪的民族 二十二 大饑荒 是天災還是人禍? 中共教科書載明 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活活餓死的1959年到1961年 是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 然而 針對毛澤東七分天災 三分人禍的說法 就連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都看不下去 在七千人大會上當眾揭穿 我看是三分天災 七分人禍 劉因此觸怒毛 後來被毛殘酷整死 上世紀50年代末 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 在感應超美的口號聲中 中共宣傳 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高產 毛澤東親自鼓動各地放衛星 到處製造母產上萬斤的假新聞 一時間 高指標瞎指揮盛行全國 共產風浮誇風大行其道 以鋼為鋼 全國胡挖亂財 大煉鋼鐵 民眾砸鍋氣勺 亂砍亂罰 生態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 最致命的是 國民經濟由此崩潰 大饑荒 接踵而至 到60年代初 至少3800萬人被活活餓死 短短三年 餓死的人 比中國歷史上幾千年間餓死人的總數還要多 而且 這等人禍 因政府行為失當造成的慘劇 在中共之前的歷朝歷代 都不曾發生 與此同時 中共趕制原子彈不惜耗盡國庫 中共造出第一顆原子彈 耗費41億美元 作家張榮揭露 如果將這筆錢用在老百姓身上 以當時的物價估算 餓死的3800萬人 本來一個都不會死 中共遮掩大饑荒 謊推為三年自然災害 中國作家楊繼生 寫出墓碑一書 記錄大饑荒真相 獲美國哈佛大學 領取路易斯·李昂獎 但中共當局悍然禁止他出國領獎 事實上 在中共統治下 幾乎每一場災難的背後 人禍都勝過天災 甚至 沒有天災 只有人禍 人禍疊人禍 1976年 唐山大地震 中共官方於三年之後才公布傷亡數字 死24萬人 重傷16萬人 這場大地震創下死亡最多 損失最大 救援最不利 重建最遲緩的世界記錄 2008年 四川發生大地震 天災之下 人禍重延 大量豆腐渣學校倒塌 上萬學生慘死 但中共媒體 卻聚焦中共總理如何臨險救災 如何作秀感人 2015年 長江發生特大沉船慘禍 中共媒體卻化慘劇為讚美 辦喪事為喜事 出籠了大批肉麻奇文 標題諸如 救援一線 中國最帥的男人都在這兒了 孩子別哭 我在長江已經回到母親的懷抱 在長江大風大浪中 譜寫萬眾一心的讚歌 身為國人何其有幸 家屬不得抗議 民眾不能示威 政府絕不道歉 媒體肉麻吹捧 於是 人為松弛預警機制 載埋人禍於將來 舉凡薩斯瘟疫 潛流感 艾滋村 層出不窮的礦難 克拉瑪伊大火 大順號起火 東方之星沉船 天津驚天大爆炸 屢屢製造人禍的中共集團 不僅從未向民眾認錯 道歉 更無意下臺 還隨時往自己臉上貼金 變壞事為好事 中共的輿論倒向 一律著墨於黨和政府的救援 災情得到控制 云云 這個受制於紫禁城 專制鬼魅的民族 注定厄運纏身